当红男团防弹少年团BTS最近正忙于宣传新专辑Love Yourself 转Tier 而近日日本驻金线山寨版BTS引起网友的热议 据悉日本人气男子组和XL所属的LDH事务所 本月一日宣布推出平均年龄为18.8岁的新男团Bolly State Boys 除了名字和BTS相似之外 就连打扮及风格都像足了BTS的歌曲DNA的概念 成员人数也是7个人 并且同样由4名主上和rapper组成 所以在正式出道前 Bolly State Boys已经被网友称为翻版防弹少年团 但是当Bolly State Boys的出道消息传出后 不少网友都在社交网络中发表评论 称BTC的造型犹如抄作业 又为他们设计翻版的应援证 但也有粉丝表示会等到BTC出道 听了他们的歌曲再做判断 不过不少网友则留言指 即使BTC有多想模仿BTS 也不可能成为BTS 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取代BTS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